各位朋友,又是一个月的开始 8月1号,礼拜二 北京台风事略,杜树瑞 照理说是从台湾的南部这样往上走 居然可以影响到北京的下雨 大概风没有什么,大概就是大雨 所以你看到这些各种镜头也是很恐怖的 我们在美国有时候南部 各地,世界各地的一下雨,一淹水都是不得了 房子冲垮,车子不在,然后人被冲走了 那北京也是没有例外 不过因为北京好像很少淹水或怎么样子 感觉上是很特殊 然后当我在外面看到很多人就讲说 雄安这个新区整个都泡水了 怎么就完蛋了,各种各样的说法 我有时候觉得这个消息真的是很难说到底怎么回事 因为各说各话 很多没有正式的东西就夸大了 让你看到说北京怎么搞得这么糟糕 这个也是一个 不过对于天灾人祸 我自觉的大家都是想办法能救助 帮助这些受灾的人 还有一个讲法来说 北京故宫博物院 故宫有没有淹水 据说他见到现在 因为他排水设计的很好 有各种各样我也没去研究了 就是说六百多年都没有淹过水 那这次有没有淹水 也看不到照片 看到他那个龙头排水系统都发挥到作用 我就不晓得他有没有淹水 这个有没有人去查看一下 除此之外 中共的火箭军 最近有三个头头领导都犯了一些病 那我们看他可能是一些超行贪污 或什么样子 在外面的某些民运 或怎么样就讲说 这是一个权力斗争 这个皇帝能够巩固他的权力 这我们也无从得知 可是因为他有立场 所以我们通常都把这个放在一边而已 你不要太信 也不要太不信 就这样子的 那他新任命的两个上将 而且以前跟火箭军 二炮没有什么关系的 当领导 所以这个也是一样的 很诡异 怎么样子的 那我是觉得不管是谁 没有说一定要是这一行出来的领导 就是看以后的 那大家都说都是他亲近的人 像比如说秦刚讲的会声会影的 我们就也无从得知 历史 保养好自己多活个十年 你就看东西就比较清楚一点 然后在纽约时报很喜欢 报道大陆一些 基本上他是能够把大陆一些缺点 或者禁止的事情就多讲一些 不过应该也是确有其事的 一部电影叫做引入烟城 他描述的听说这乡村的两个 很穷苦的人家的一些故事 我当然也不晓得故事 他上营两个礼 两个礼拜 听说好品也不错 可是突然就没有了 下了之后在网络上任何地方找不到 可是他好像在美国应该有 因为下面还有说什么放映时间什么的 那有个人就看着他做个饮品 介绍他 好像意思就是说 中共对这种形象上假如差的话 他就一定要禁止各种各样的 那你自己去判断好了 然后大陆最近那个火红的歌 这个刀狼 他出了一个叫做三哥聊斋 我以前也就是聊若什么的 是聊斋就同音字 里面有首歌叫做罗萨海事 他就讲这个聊斋里面的故事里面讲 他实际上在里面很多歌 还有花妖 还有很多很多 都是很奇特的 因为刀狼一项都很奇特的 声调 很多字对齐的 很多字不太压韵 像他最后那句话 讲说这是人类的德行 还怎么忘记那句话 就是一般人 就是说他里面讲的怪事 这是人类自古到现在都一直有的 而且不太压韵很怪 最后冒一个这句话 当然是 那这个歌在外面 基本上是反正就是意义分子 非常喜欢 每次讲说让中共怎么样怎么样 可是结果中共几个大的单位 都没有说禁他 开头就说一定会被禁 这个民众 还有些人还有好品 最近他有80亿的点击 听说是比周杰伦的以前 最高的10亿多了8倍 那是一个金色记录 我不要像最近我们的 Tayla Swift 要在Sophie的我们的歌地演唱 也是一票篮球 一个体育场装个七八万人 那这个女的也是在美国不得了 那在中国有这样子的一个歌 或者怎么样子的 我在看了一个人评论 说他的音乐 你不要讲他的歌词 光是音乐就是很召集 什么八拍变七拍 各种各样的讲法 我也不懂 可是就他 这个人应该是个音乐人 那又听到另外一些 说有谁等人都不看好 这个刀囊 就觉得他的音乐很粗糙 怎么怎么的 所以也是一样 我们现在充满着光怪离奇的一个事情 当然是说你相信谁 多听他一点的 当然你不能说完全信 哪天发现他也讲的不对 或者是甚至有意的欺骗的时候 你当然要自己保持心心 那不管怎么样 然后你看那个义愤 最近有人就讲 这是中共故意让他这么火红 让大家注意转移 去看别人 不要注意他内部的斗争 我真觉得这些人 每天关注这个事情 小小一件事情 就有很多很多的衍生 真的何必了 我通常就是讲说 我们还不如去看一部好书 研究某种学问 就是研究这种人家内部的 我也不要真讲 因为讲了一点 一般人哪里知道 他们对大陆的各种的人的名字 各种各样都好熟悉 真不简单 当这个可以写个论文 前阵的李昌毅来蒙成 大家就讲说到处也一片骂声 他终于出来澄清一下 他就说这个案子 他是后来说那个证据没有了 他说 说他当初掉包了 各种各样对他真的很侮辱 就是人格上次完全不对 当李昌毅有很多形式 比如说新普森案 台湾两个子弹 你喜欢他跟不喜欢是一回事 可是他有没有根据证据办事 他就讲说我都是他证据办事的 他说有些证据 你十几二十年之后 经过化学变化 可能他就消失或怎么样 因为这次 那个法官也是讲说 这个证据没有 你我们查不到了 你当初说有 现在上面没有 他用这个方式来 替他的一个人格的辩论 这个赔钱是少 这个整个的人的信誉被这种打击 所以报纸也给他 他的怎么说辞 当然他一定会这样讲 我们要维护他的生育之战 前几天报道 巴黎的书滩 拒绝迁迷 今天又看到 他们还是得迁迷 因为这个讲了一点的 你要办奥运 这整体 不要那么自私 暂时一个月不在那边 又怎么样呢 那边比较安全 那有些人还有些 当着这么这么压巴 还有说 因为他们那个棚子 都很老旧 所以拆了之后就复原不了 那你老旧该换 那有什么历史价值 听说那个地方有四百年 可是你讲了一点的 你是保养的很好 真的有这个价值吗 这些书摊也很会扯 来看那个消息 这个很冷门的 在波西利亚 波西利亚 他里面还有一些 塞尔维尔人的一些 自治审啊 区啊 听说有一个自治的 里面的赛族的领袖 来通过个法律 一是就说 他们有些法律 可以不要听那个法院 不要听中央政府的 美国这个也去管一管啊 他去制裁那几个议员啊 这个赛族的领袖 我觉得真是美国的长辈子很厉害 有时候我们讲说中国现在开始学了 我觉得大国这个都是都是很压巴的 不管美国中国这个只要有这种东西 你认为这样子就怎么样 美国和塔提班在卡塔尔那边开始谈判 这个因为塔提班最近又不准美容院啊 不准你的读书啊各种各样 他们成立了大概接长了两年吧 世界没有几家成人 还跟伊朗有水的纠纷 大陆是很支持啊 因为他也很多矿产 该怎么样子的 美国大概也是说 不能退场 要跟他谈一谈 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前阵子爱德华 这个我大概有报过吧 一两年前 有个母亲啊 她大概发了神经病 她觉得这个世界末日到了啊 就把亲生的小孩一个吧杀了 还有一个是 寄养过来 就是这个人家 就是他先生前以前的两个都杀害了 昨天这审判结果 是判怕无期徒刑啊 确实是应该这样子啊 因为太残忍了 然后你这个理由 讲那一点就世界上神兵很多嘛 这个亲人互相残杀或怎么样 他就讲了一个理由 那至少不要让他再出来危害世界吧 昨天那个李文啊 前几天啊 他有葬礼啊 听说很慎重在香港 香港是他发迹的地方 呃 呃 各迷很多 然后他的姐姐啊 什么的也参加 就他的分居的那个先生呢 也参加了带着他的这个认养的 就是前妻生的两个小孩 他去的话当然都续他啦 反正没有好受 结果呢 李文家的两个姐姐啊 我都认为他们在美国 听说都受过蛮好的教育了 结果也跟我们很传统的中国人一样 因为太伤心了 就说就骂他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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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离婚的 你害死了我妹妹 你害死了我妹妹 一面哭一面叫 哎呀我中国这种事情 我是最感冒的啊 觉得这个应该能改就改啊 结果是被他们这种人又示范这个 真是没有意思啊 好 印度有很多骚乱啊 有一个五六十个暴徒呢 跑到清正寺 因为印度是印度教的嘛 就开枪 打死了一个助理的阿弗啊 就是那个他们的头头 我们叫阿弗什么的 还有一个警卫呢 他在火车上 他把他的重办给杀死了 因为他又打死了两个人啊 总共有三十 他被抓了 他打完之后还说 哎呀莫迪万岁什么的 类似这样子的啊 就是印度这种种族的也是一样的 当上位者不去弥补啊 反正还提倡这种啊 就印度教印度 他有票嘛 所以弄得其他人就倒霉啊 少数民族 离日的政变呢 还真的是普出变化了 他旁边有两个都是军事政府 都是政变来的 一个玛利啊 都是差不多两千万左右的国家 一个是法索啊 法索 他们就警告这些外国啊 说你要干涉 你干涉的话 这个后果要成当 意思他们就挺这个政变的集团 那美军呢 突然又调回了一千多个什么军队 到这个他们有基地嘛 然后法国呢 开始撤侨 所以就等于是 普朔迷离啊 这个离日 当然呢 那个非洲有一个什么经济组织啊 里面赖吉利亚 赖吉利亚是非洲大国啊 有两亿 不要第一大还是第二大 伊索皮亚跟他两个最大的 人口最多的 他一个主席呢 大家就考验嘛 因为他以前信誓旦旦说 我们非洲不要再有政变了 不要不民主 结果到处都是军事政变啊 在他们这个 这个又是个离日 而且这个东西 牵涉到美俄啊 法国 因为这几个国家 以前都是法国的殖民地 所以很复杂啊 那个就像他们也指控法国 说准备营救这个 前中这个被罢错的总统啊 我们就等着看了 也许失败也许成功 乌尔战争最近没有什么啊 就是他们就互相攻击啊 连莫斯科很多高楼受到了打击啊 然后呢 俄军又打着乌克兰的哈尔克夫 什么各种各样的 科尔松啊什么的 总是一个死两个死啊 怎么样 一个医生 说他故意打平民啊 什么的 都是有点疲乏了 我看到这个啊 然后还有各种这样的评论 有人就说俄军已经完蛋了啊 怎么样的 有人说俄军在北边 反手为攻啊 不得了 然后他们的弹药都已经弹尽原本 两方都是一样嘛 打了一个一点半左右啊 真是不要他们怎么想的 好 昨天看到一个 我们年轻的时候喜欢看那个电视剧 Peewee Herman 那位主角呢 往生了 他那时候就是一九八几年的时候 很红啊 小孩子也喜欢看 我们现在小孩都已经中年人了 那时候都看了戏剧啊 他那时候红啊 因为他就是装扮得很年轻 然后都是一些很奇特的东西 结果这位仁兄啊 后来被人家抓到 他在看一个这种小电影的时候呢 在公众场所嘛 在那边守银啊 怎么会抓到 真的很奇怪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呢 名声就完全破产 因为他办的都是儿童节目 所以他也沉寂了十点左右 中间还有一次 听说是他拥有色情 录影带什么的啊 可是他最近十年 也就开始慢慢复出了 拍了一些东西都还不错啊 喜欢他的还是喜欢 因为这两个 讲那种 他是诗人的东西 他只是场地不分嘛 我一看还居然七十岁啊 年纪也不小了 他是得癌症 这五六年来 终于过去了啊 世界里珠继续啊 我刚刚一看 我至少我前面一个钟头 因为我刚才开车 没有看嘛 那时候已经四比零 输这个英格兰啊 大概没希望了啊 不过日本很厉害啊 他打西班牙 他跟西班牙都晋级 他们昨天啊 大概西班牙也没尽全力 什么他四比零 克他 那荷兰也很厉害啊 已经晋级了 跟越南 七比零也大克越南 就跟那时候载菲律宾 不是六比丁什么的 有时候觉得啊 这种实力悬殊啊 真的是 在球场上是 真的是很现实 很冷酷啊 国票中国怎么会输那么多啊 本来以为跟英格兰 不会输那么多 怎么会四比零啊 回去再看看 不过也无所谓 就是输了就输了 球场是 兵 兵家尝试 就这样子 再聊了 拜拜 拜拜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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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